小事伸手 我們要來做做看小事伸手的20題了 好 我在做小事伸手之前 我希望大家還是可以先把 前面的題目 前面的那個要點 八個要點都看守 再來做 要不然我覺得有可能你會跟不上我的速度 好的 來第一題 The longer I wait small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becomes 我有看到關鍵字是 的加比較極 所以這應該是的加比較極 後面也應該要是的加比較極的句型 那這裡的形容詞 這裡是 空格後面是形容詞 difficult difficult是上一個音節 所以不能夠直接加 不能直接加1R 前面應該要有一個mall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很簡單是A 這題很長的句子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fiscal year Super deal reported earnings that were more than average 你或許覺得這個 句子裡面有很多生字 你都看不懂 可是你只要看到關鍵字 lan lan 一定是比較極 然後前面又有word 所以我們這裡要的一個是形容詞 的比較極 選項裡面是形容詞 又是比較極的答案九珠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我就是我們說的 剛剛就是所有的例句 做了這麼多練習 就是為了讓你在之後做題目的時候 不會因為看到很難的字 或是很長的句子就感到害怕 而是你要眼睛抓到該有的關鍵字 這題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他說I must say 我必須承認 我必須要說 Your English has gotten 怎樣 嗯 你先 因為先有第一個觀念 你先看一下 gotten gotten是get GET的PP 好 所以你先看這個字 我們在第三課講形容詞的時候 有講到get是連綴動詞 連綴動詞後面應該要接形容詞 所以這裡應該要接形容詞的比較極 應該要先接形容詞的比較極 所以哪一個可以刪掉呢 we有可以刪掉 因為它是副詞 好 你在看 呃 語意 它應該是說 我覺得你的英文是變得比較好 那你的英文變得比較好 所以不會用到最高級 所以 所以c也刪掉 那再來你會刪掉哪一個呢 你的英文變好了 變好了 good good good是原級 那它的比較級是better 所以沒有more good這樣子的用法 所以大家應該就是do much better 這個much 只是修 複詞修飾 就是變得非常好 變得更加好了 第四題 它說第一個band 第一個樂團 很爛 很糟 but this one 這個樂團 is even 好 我看到的關鍵字是even even 更 好 那它根據語意 它說前面的團很糟 那第二個應該是更糟 那所以 不好的 很 不好的 你還記得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 壞男孩 bad boy bad 是形容詞 它的 比較級是 bad 更糟的 worst 最糟的 worst 好 那這裡even 應該要修飾的是比較級 所以大家應該會選的是 豬 好很快來到第五題了 它說 We both 我們兩個都怎樣呢 have darker brown eyes 都有深咖啡色的眼睛 所以 它已經先跟你說 我們兩個都有深咖啡色的眼睛 所以 它想要是兩個共同的 兩個共有的特色 它說 Your eyes are 怎樣 os mine 我有看到這個os 如果你有看前面說明的話 你應該知道它要考的是 行動詞的三個級 一個是原級比較跟最高 這應該考的是原級 原級的巨型是 us 什麼什麼us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這邊 我們就 你應該先篩選出來 b跟c都可以 好 那這邊 us加原級 然後加us 可是這個原級 是行動詞的原級 還是副詞的原級 就要看你修飾的對象來判斷 那這裡很明顯的 應該是要修飾你的眼睛 那你的眼睛是屬於名詞啊 所以這裡應該要 us加形容詞的原型 那答案應該是us 欸 來來來來 我們剛剛在 我們在講細一點 再重複一次 這裡是考原型 所以一定要有us 那一定要us的話 答案應該是bc珠 答案是bc珠 都可以參考 好 然後這裡是原級的話 既然是原級 呃 c就刪掉了 因為它變成比較了 對不對 我們要選的是us加原級 那既然是 既然是原級 有可能是行動詞的原級 有可能是副詞的原級 那就要看你修飾的對象 那因為修飾的對象 us是名詞 所以我們這邊要用的是 形容詞的原級 所以b就刪掉了 答案是珠 那你說怎麼會有個just 你看這是現金 我剛剛差點掉入這個現金 我想說看到just 就忽略了後面的s 那個just也只是一個副詞 他說就跟我一樣 就是表示跟我一樣 嘿就是加強那個 一樣的程度 這題一樣考的是原級 因為他說 he was asked to solve the problem 什麼as possible 好 所以這應該是問us加原級 加us的句型 那這裡 所以答案有us的只有a跟c在考慮 那至於到底是要用形容詞還是副詞 就要看你修飾的對象 他說他被要求去盡快的解決問題 所以這一個 呃 這個這邊的空格應該要形容的是解決這個字 應該要學 要修飾的是動詞 solve 那修飾動詞的話應該要找副詞 所以副詞 那答案應該是c 有沒有問題 這題你可以秒殺 因為你看到前面有the higher 好你看到他前面有說 the higher your qualifications are 然後這裡應該是the加比較級 後面也應該要是the加比較級 好 你就越有可能 好應該是 越有可能 you are to find a job 你的條件越好 你就越可能找到工作 那這邊我們要找的是the加比較級 那答案就是c啦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看的那些句型 真的可以對後面做題目是有幫助的 第八題 第八題 you don't know them 什麼 I do because they are my parents 所以他說 因為他從後面這句話 because they are my parents 他是我的爸媽 所以你不會比我了解他們 應該是要講這樣子 因為他們是我爸媽 那我最了解我爸媽 所以你不會比我還了解他們 你沒有像我這麼了解他們 那這裡這個空格應該要修飾的對象是no 他要修飾no 那no是動詞 所以我這邊應該要找的是副詞 好來 我先跟你講答案是b 他說你沒有像我一樣了解他們 好 所以像我一樣這個 所以他用原集那個well那個字就是來修飾no 因為well是副詞 那我要講一下如果你有可能會選錯的是a 好 你沒有像我 你沒有像我了解他們一樣這麼多 你了解的沒有我多 你可能會選這一個 可是molen錯在哪裡呢 他雖然文法沒有錯誤 可是我們在講了解某人的時候 我們副詞都會用well 那你如果well你要用比較幾的話 你也是變成better 所以沒有more than I do這樣子的 就是說no後面要修飾了解這件事的話 我們通常不會有more than I do 而是用as will as 用原集的方式來修飾no 第九題 先很短的一個字很短的一個句 但我覺得有一點小困難 他說how could rubies possibly cost to 怎樣然後diamonds 你必須要先知道兩個字 什麼是lubies 那什麼是diamond lubies是紅寶石 diamond是鑽石 好 所以他說 他前面一開始是how could 我們通常用how could 然後後面有一個溫號 這是表示驚嘆的意思 好 表示驚嘆的意思 他應該是說 話怎麼可能 紅寶石跟鑽石一樣貴 好 所以這裡應該是要用原集 那用原集的話 答案會是a跟b來選擇 那你如果你選b的話 文法上沒有錯誤 可是就會變成是說 紅寶石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跟鑽石一樣的便宜 因為你用little來表示 表示他們兩個都很便宜 可是這個女生應該都知道吧 紅寶石跟鑽石是屬於精品 它是高價位的精品 所以你b的話 語意就錯了 那你說那我選c呢 他說怎麼可能 紅寶石會比鑽石便宜 好 c的文法也沒有錯 可是錯在語意 就是你如果說怎麼可能 他們兩個 紅寶石還比鑽石便宜 那本來來 依照常識來講 本來就是鑽石比較貴啊 所以你這個 你本來就是 紅寶石會比較便宜 所以你並不會用驚嘆的語氣 就是說 怎麼可能 紅寶石會跟 就是他們兩個價錢會 所以就是說如果 紅寶石本來就比他們便宜的話 你就不會發出這樣的驚嘆句去質疑了 所以 根據文法 根據語意的話 大家應該是 紅寶石怎麼可能跟鑽石一樣貴 是這個意思 好了一半的題目到了 他說 You can donate as much O什麼 money as you like 好 我先一開始看到的是 O這個字 O是對等連接詞 什麼叫對等連接詞 就是前面兩個的巨購 是要一樣的 那前面有as much 所以後面應該也有as加形容詞 好 所以後面也要有as加形容詞 那答案應該就是 A跟B再選 對 A跟B再選 那第二個步驟 你要先看他修飾的是哪一個字 他說 那我們就要看意思了 他說 You can donate 你可以捐款 或多或少 好 所以捐 捐 捐款 so you like 就是隨你開心 那這裡應該要修飾的是 或多或少的錢吧 所以要修飾的是money這個字 好 那既然是要修飾money的話 我們就要用不可數名詞 就是要用不可數的形容詞 那A跟B的話 few 兩個都是少 可是few是修飾可數名詞 所以就錯了 答案應該是A 對 他說你的捐款或多或少都可以 好 十一題 這也是我們之前講過的概念 他說 the revised report 修改過的報告書 is 什麼 harder to understand than the previous one 好 所以比較難 比較難 去了解 好 所以他是說 then the previous one 他說這一版 就是這一版修改好的報告書 比之前的 previous之前 比之前的one 這個one是report 比之前的報告書更難了解 好 那這裡啊 你看看喔 如果我這個空格啊 拿掉的話 整句話是不是已經符合文法了 而且語氣也通 the revised report is harder to understand than the previous one 好 這樣子是通的對不對 所以 這一個應該只是副詞 空格也只是副詞 來修飾後面的形容詞比較急 就是說變得更加困難了 那你還記得有哪六個字可以修飾 哪六個副詞可以修飾 行容詞的比較急嗎 我幫大家複習一次喔 那六個字是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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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far steal good a lot 所以答案应该是 猪啰 12题它说 她存的钱 she save more money 她存的钱比你多 she save more money than you because she is 因为她比你 这里看选项 她应该是要问说 她存的钱比你多 因为她比你节俭 这应该符合逻辑吧 比你节俭 照理说 应该就是存的钱会比较多 好 那 再来你再看 空格前面有is 所以 这里应该是说 要找的是 形容词 她比你节俭 然后这里要找形容词 所以选项是副词的 都删掉了 那选项是副词的 a删掉 c也删掉 好 但是b还是猪呢 b跟猪的文法没有错 可是你如果选猪的话 你就变成说 她比你有钱 因为你 就是你们两个都一样的节俭 可是如果是一样的节俭的话 跟前面的比你有钱 这两件事情就冲突了 语意就不合 所以答案应该是 b 用比较急 来第13题 你经过我们的这么多题目之后 你应该可以判断这一题的答案了 她说 Please write letters to us 好 你应该常常 你应该要写信 然后什么什么 as you can 所以这里应该是要用原集 好 那要用原集的话 有可能是 形容词原集 有可能是副词原集 所以要看你修饰的对象 那她是说 你要常常写信 所以修饰的对象 应该是light这个动词 这样又修饰动词的话 这里应该要填的是副词 所以选项中式形容词都删掉 选项中式形容词的删掉 b的就是bc删掉 猪也删掉 好 那 嗯 留下a跟c 可是c的little是少的意思 那不合语意 所以应该是要常常写信给我们 那个often是副词 而且就是所谓的频率副词 所以答案应该是 a 词词题还蛮简单的 它说Jack is the youngest person in our class Jack在我们班上是年纪最小的 既然他是年纪最小 这是最高级 所以没有人会比Jack的年纪还要小 在这个班上里面 应该是这样子吧 so 推断出来 you must be 什么land him 这个him代表是Jack 既然Jack是最小的 那你一定比他年纪大哦 你一定比他年纪大 所以大老的话 资深年纪大的话应该是 c跟猪来考虑 可是我们刚刚有没有跟你提过 如果心中式要加比较急的话 你要么就是加1r 要么就是前面加more 你两者折一 你不会放在一起 所以猪是陷阱 答案是c 这一题 这一题 you're bad 你的床 looks more 怎样 好 mine 应该是跟我的比起来 看更怎么了 好 那 呃 我先看到的关键字是looks look是连续动词 连续动词后面要接的是形容词 那所以选项里面是负词的就删掉了 那我们先删掉的是a 再来我会觉得有冲突的是c 为什么说他有冲突 因为他前面 空格前面已经有more了 那刚刚讲过 你如果形容词要加比较急的话 你要么加1r 要么就是前面加more 你不能够同时存在 所以c犯了这个错误 那答案不是b 就是g 你如果选猪的话 就变成 the your bed look more or less the bean more or less 就是或多或少 这样子意思怪怪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b 他说 你的床看起来比我的舒服的多了 这题我们可以秒杀诶 你看他说 mtg company's product quality has been什么 to let of other company 我有这应该是在 他说这个公司的产品品质 has been怎样 to let 这个let代表的是产品 这个let代表是product的意思 所以他就说这家公司的ntg这家公司的产品比其他家 比其他公司的产品let代表是产品还要 所以还要怎么样呢 我已经看到关键词是to 既然我们这边要找的是形容词 形容词的比较集 而且又是跟to连用的 那应该是or结尾的形容词 or结尾的形容词 答案就是b 秒杀 17题如果你有看 先看我们刚刚要点的解说的话 这一题你应该就不会错了 他说 I have never skied farther than that field 好 刚才是滑雪 他说我从来没有滑到这么远的地方 比那一个我从未超出那个滑旋场的范围 然后他说 that field 那个场地 is 什么 I have ever skied 我有看到关键词是 这个时态 have ever skied 他用了什么时态 完成式 你还记得我们在讲这一课的时候 有说哪一个集是一定会跟完成式联用的 没错就是最高级 选项里面是最高级的 只有ce 因为最高级一定要加了 然后我要补充一下further跟father的区别 你还记得我们说过fur further是抽象的远 例如说我们心灵上距离很远 如果用further的话 是在讲实际可以测量的距离很远 18题你也会 他说living in the country 住在乡下 意思是什么 land living in the city 比住在城市里面还怎么样 好我有看到关键词是land land 用land的话应该是要用比较急 如果是要比较急的话答案不是a或是猪 可是我们刚刚有说过 mole跟er跟各择e 所以答案是a to become a world class athlete 如果想要成为世界级的运动员 you must always keep trying 好你要一直不断的努力 我有看到最后面一个harder 好所以要更努力一点 我就我觉得这应该是在考那个 比较急 and比较急表示越来越怎么样 所以应该是harder and harder 他说你想要成为世界级的运动员 就要必须不断的努力 然后再更加的努力 呃 哦对不起 harder and harder 看错了看错了 同学不好意思看错了 啊 大家应该是猪我不能改了 好请同学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误 答案应该是猪 harder and harder 最后一题你也可以秒杀 他说please submit your completed paperwork prior 哎你还记得这个prior吗 在什么什么之前 这个是特殊的比较急 就是or结尾的形容词 要跟哪一个介细词连 连...呃...放合必使用 prior to 所以... 二十题是b 好那你要记得哪些是or结尾的形容词吗 要跟to连用 要跟to合必使用的是 呃...superior 优秀的 优秀的 in...p...呃...inferior prior to 这个 然后还有... senior跟junior 就是这五个字是最参考的 好那我们小事伸手就讲到这边哦 希望...呃...同学能够对比较急和最高急还有原急 不要忘记还有原急 有更清楚的了解 ok see you on next class bye bye